又要加税 又要直接跟中国谈判 所以我今天来请教你第三个问题 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两个小视频 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是王者归来 那是像好莱坞大片 甚至很短 因为有海军一号码 看起来很威武 第二个视频是一个短视频 他准备向前国发表一个正式性的讲话 但是后来内部产生了分歧 认为你在这个时候身体还没完全好 你应该被隔离的状况 还是发一个小视频算了 那川普总统发了个小视频 那个视频发的时候是下午 那我们当时要大吃一惊 因为他对这个中国的警告 前所未有的盈利 而且特别讲到 要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到了第二天川普总统 那么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 他是一个媒体出身的人物 所以他非常懂得这个心理 有些重话要讲多讲几次 他第二天又做了一个视频 内容其实差不多 但是重点还是要中国付出代价 所以我特别的关心就是说 你在您看起来 川普总统要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一些什么代价 您有没有揣测过 当然是赔偿啊 赔钱啊 那你跟盛大摊开这个手板 叫问中国要钱 他当然不给了 他的唯一的办法就冻结 中国跟中共官员 或者是什么有关人的 存在美国的资产 如果这样的话 动作相当大 那么银行传款 再加上什么洛杉矶啊 Santa Monica啊 什么纽约中央公园啊 这些什么豪宅啊 这个房子啊 什么你看这个最近 这个多伦多啊 不就是那个加拿大政府 破获了一个这个 破获了一个这个土豪啊 一个豪华赌场俱乐部嘛 那个那个 这个很牛逼的这个土豪啊 在加拿大已经有 他一个人已经有50多个 这个房地产物业 所以要冻结起来 我看这个美国的 这个FBI 手上这个名单很齐全 但是你要把这些钱呢 跟房产全动了 是非常浩大的工程 估计有多少钱呢 我想不会少于两万亿 但是你这么一动呢 中共的或者中国的这个 这个法人代表啊 或者是这个地主啊 什么这个 那都可以向这个法院啊 去上诉 所以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相信川普是一定会干 不干不行下不来台 这个不只是个竞选语言 而且是路从心上起 而向胆边生 就是你和平当了美国总统 你也会干这个 这口气实在淹不下 你几乎要了我的命 你要了我的命 你看这个 英国的约翰逊也不是这样 几乎也被这个东西丢了一条命啊 出来以后痛定思痛 是不是 在战场上亲自负了伤啊 才知道这个家伙厉害啊 所以呢 他这个 我想他病是乱说的 这么一动的话 我想如果希望只是一个金融的战争 或者是动产的战争 他在这边动产 如果这中共在美国去抓 抓上个一百几十个美国的人资啊 或者这个那个怎么办呢 那会怎么升级呢 啊 你就不知道 是吧 希望这个不会升级到 这个台海 或者南中国海的这个战争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想 只能够这么一招 就是动产 有些人认为会打掉这个南海的这个中国的建的岛礁啊 上面的射尸 也有人说在台湾上面打下中国一个什么战机 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还是大呢 这个呢 跟他川普啊 要对中国负责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这个对中国的负责 这个是对美国国内的这个民众说的 对于美国国内的民众呢 你在这个台海打下中国 几个飞机 他没有得意 只有你动了产 把中共在大陆 美国的钱啊 打土豪分田地 他们才得意 是不是 这等于1950年呗 是不是 这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也干过 在全国范围啊 把这个进行强行呢 这个土地改革 土改啊 把这个地主啊 都全都把抓起来 枪毙啊 所以呢 我想这个美国的社会制度比较优越的 他只是动产 他不会把你这些 这个业主啊 都抓到什么中央公园啊 然后纽约的中央公园公审啊 然后在这个罗产纪呢 又在什么好莱坞啊 这个这个阳光大道啊 就没有公审 然后交就叫民兵啊 就拖到这个海滩这边避了 他不会这样 他是个文明国家 所以我想呢 他最多是动产 他不会杀人 他不会把 不会把整个阶级给你消灭掉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估计 如果在台海啊 这个或者南海啊 爆发 这个武装中头 美国不会开第一枪的 美国不会的 这个擦枪走火 一定是等到中国先开第一枪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这个今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是星期五 那么在早几个月啊 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职业篮球的比赛的这个直转播啊 在中国因为有人支持啊 你们香港民众争取权力给关掉了 哎 现在开了 对吧 对于像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来讲啊 这个喜欢美国的这个球杀的人来讲啊 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也有很多话消息 从澳大利亚到英国 到欧洲很多国家 开始有人在煽动一个事情 就发起对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悲歌行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